而迎接24号元宵节的到来 瑞瑟乡千连寺延续新春喜气 当天除了有传统拆灯迷 以及现场摸彩等等的活动 这一次更是扩大举办了 千人提灯笼游街与烟火秀表演 千连寺管委会也热情邀约大众 到时一起来闹元宵 过年传统习俗文化过了元宵节 过年节庆才算结束 因此从除夕年初一到现在 瑞瑟千连寺祭拜前岸的人潮 从未间断过 尤其过年期间县长许臣卫 立委不坤其前来发赠红包福袋时 排队人龙也超过50公尺远 人气爆棚 祝主义 新年快乐 龙元行长运 好 各位乡亲士大 大家新年快乐 六年大发展 六年都担心 都健康 都平安 我们青年时是第一次庆祝宗的大廟 今年有148年的六祝宗 但我们新年年头 我们都有办理这个旗号 包括这边 平安町 光平町 泰瑞町 座山 还有雷道町町 可以来给我们所有的信仲 可以来到这里 非常平安顺利 除了年节传统祭祀 点光明灯 至煞等祈福祭拜 月水704迎接24号元宵节的到来 当天也将特别规划办理 三观大地祈福祭元宵平安夜晚会 邀请大众一起来庆元宵 祈福龙年 风调雨顺 何敬平安 我们永远在江湖十五 有万宵节的暗会 非常精彩 我们有采定与国务的表演 一起放典会丁丁 希望在江湖十五也欢迎 我们所有的风景参加 可以来到青年时来共同 来分享过年的气氛 24号元宵节活动当天 瑞瑞千年四 除了上午九点的祝寿祭天 祈福小宵法会 傍晚六点登场的元宵节 平安夜晚会 包括元宵灯笼DIY 提灯游行 以及元宵汤圆品尝 元宵平安晚会 以及拆灯迷众头戏 也将在寺庙前广场热闹登场 瑞瑞千年四管委会 也热情邀约大众 届时共同来祭司祈福闹元宵 记者是玉兰 瑞瑞采访报道